我們看到柯市長 最近一直不斷的在預言 這個疫情的走向 像是他其實前幾天就說 年底全台灣確診人數 就會超過400萬 死亡人數恐怕會多達4萬人 當天其實他上午才講完 下午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的數據又加碼 變成台灣有可能 這波疫情會死7萬人 雖然他後面加了一個說 不說一定啦 可是你劃這個一丟出來 新聞標題馬上就出來 民眾看到真的心裡 就又開始緊張了 這還不是讓大家覺得最誇張的 而是昨天柯市長 又丟了一個軟性封城 說5月18號 有可能光是台北市 就會達到50萬例 必要的時候 就會來採取軟性封城 好 十七姐 柯P丟出軟性封城之後 後來又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太緊張啦 跟疫情共存 還是既定的方向 那到底是怎麼樣 你一下要封城 一下又要民眾 不要太緊張 真的聽不懂 的確啦 就是說我覺得柯文哲的表現 的確是只追求聲量 所以你看他其實是從去年開始 就不斷的在進行大預言 似乎改行變成 印度的那個阿南德小神童了 就是他不定時就會拋出一個預言 他曾經預言說 幾月的時候台灣會大亂 幾月的時候台灣疫情會大崩潰 他已經做過好幾波的預測 然後他也在不久之前 他說那個400萬確診之前 他的預測是700萬 他已經稍微降了一點 有修正一下 從700萬降到400萬 所以你很難判斷說 他到底哪一次的預言是對的 反正他不斷的在丟出新的預言 那我覺得他每一次丟出新的預言 其實目的真的是只有一個 維持他的高聲量 他沒有在跟你計較那些內容 反正要恐慌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他沒有把人民的這種恐慌情緒 納入他的考慮 這是極不負責任的 因為他是行政首長 他是台北市長 他不但是台北市長 也是台北市的防疫指揮官 在這樣子的身份 都在柯文哲身上的時候 他卻主動的帶頭的挑起民眾的驚嚇度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急不道德 那他還說 會有多少幾萬人幾萬人死掉 然後他是用別的國家來作為這個比率 可是網路上面已經拆解了這個 就說你算錯了台灣不會有七萬人死掉 我們現在的重症是零點零點幾趴 所以這個死亡的案例其實不會像其他國家高成那個樣子 好那所以台北市柯文哲的防疫到底是適合居心 我覺得他有一些故意他其實是沒有能力處理這個疫情 所以他你看到他 他其實是不斷的在跟指揮中心唱反調 當指揮中心說我們要改成3加4 因為他們認為說 IH這個中間數大概三天應該就會測得出來等等 他們有一套科學的說法 3加4 這時候台北市說 這個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這個東西我們要改成0加7 好那改成0加7的意思是說 你3加4太嚴了 我要0加7 是不是兩手一攤 我沒有要跟你管疫情 好 如果你兩手一攤 沒有要跟你管疫情 因為你覺得3加4太嚴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封城呢 對這也很毛孤 完全邏輯錯亂 你的手段跟目的是兩種不一樣的邏輯 如果你要鬆 你覺得不要緊張啊 反正我們大家以後就是要跟病毒共存 所以你是採取一個開放式的態度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採取一個極端的封城 說這兩件事情無法並存 這是柯文哲的問 這是台北市的問題 因為你的邏輯矛盾不一致 所以到最後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你只是為了自己的聲量 而你完全不在乎會挑起台北市民的焦慮情緒 和恐慌感 大家聽到封城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開始搶糧 開始去買東西 對就開始囤貨 然後呢增加另外一波的群聚 等等的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的確是刻意的在搗蛋 在搗亂 使得那個疫情越發的不可控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昨天6000今天8000多 各個縣市其實都想方設法 對我們知道會確診越來越多 但是可不可以大家還是更努力一點 盡量的把那個縣壓在一個緩升的狀態 6000 8000 而不是說6000 然後突然間變6萬 那所以這種努力的過程是各個縣市政府 以及每一個人都要努力做的 而不應該說是你帶頭的市政府 3加4好言喔 我們要0加7 我們要取消等等 取消一大堆跟中央不一樣的這些政策 是 我會覺得台北市完全不是在防疫 只是在衝政治聲量 柯P講這些話 是不是真的只是在蹭聲量 故意槓上陳時中來博得就是媒體的這個討論度呢 我也想請教總理 總理這邊是在台中 台中在昨天也同樣被劃進高風險的縣市囉 那你看到同樣是高風險區的台北市 喊出要軟性封城 總理一聽到時候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是要開始買東西 這個軟性封城 你如果仔細去追究 大家講說這個柯P的老是喜歡自己自創性名詞 可是你看這自創性名詞 其實他記者會上你如果仔細去看 他強調是什麼 他強調說希望可以就是要做的是 可能未來如果所謂軟性封城 是比照去年三期警戒的模式 去年三期警戒模式大家不是怕過了嗎 對啊 那如果去年三期警戒模式 好有一個最關鍵的禁止內用 好結果呢 這個臺北市府發言人工 禁止內用不在他考量裡面 所以到底為什麼會包含市府的發言人跟柯P講的這種東西 為什麼會有互相矛盾衝突的地方 那到底你們要決定怎麼樣 你們要不要先去打一架 決定好再跟大家說明 你到底要講的是軟性封城三級警戒 那完全不一樣 可是你就自創一個新名詞 然後記者會說 我們就要做跟去年三級警戒一樣的事情 那所以那三級警戒 你就說三級警戒就好 那再來好 如果真的要做三級警戒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條件 做三級警戒的事情 那這個都是需要有經過詳細的一些評估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做了所謂的詳細的一些精準的評估 是因為說比如說考量 我們再討論三加四的問題好了 三加四那是不斷的在專家會議裡面討論 然後評估出來 好決定就是用這個標準來做考量 那之後還會繼續做機動性的調整 可是結果你看到柯P又講說 他說這個他們決定要以塞代格 然後反正就是逆時鐘就對了 那逆時鐘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說什麼特色原則 又創了一個新的名字 對 要特色什麼 說有幾類的人員 比如說就是所謂的一些醫事人員 公務人員 就是幾種幾大類的人 五類人 以塞代格 五類的人 要以塞代格這樣子 這叫特色條款 是因為上禮拜蔡總統發佈一個特色 你現在想要追蹤這個東西嗎 你也要用這個特色 這樣比較好聽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 真的不要再創造新名詞 因為你老是說別人喜歡創造 但是自己本身類似在創造無用的新名詞 然後呢 我覺得面對疫情這件事 最基本的一個原則 每一次都要講 就是說我們在 我覺得不管是國人同胞 或者是說 從事政治工作的政治人物 有一個基本的心態 面對疫情的時候 我們要精神 但是你不要怕陷害 要精神不用怕陷害 大家一直在講說 該煮的第三隻你就快去煮 煮好煮好 可是呢 我們如果回過頭來看 現在其實我們知道說 各個地方政府 縣市政府 其實都一直在努力做這件事 北高兩次來做比較好 一樣都是醫生的市長 那個高雄市長 陳其邁是開記者會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不要怕陷害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圖表 跟大家解釋說疫情的走向會如何 不要走往這個指數型的高峰 要做這個緩慢型的 這個成長的方式 然後讓醫療量能 可以維持到一個基準裡面 他用一個很詳細的方法說明 然後告訴他的市民 高雄市民們不要驚慌 可是相對來講 臺北市長柯文哲 又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情緒勒索臺北市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作為政治工作者 他的高度格局是有很不一樣的 是 那我覺得說 你自己 如果真的凡事 你只是為了未來的總統大位 或未來包含年底選舉 民眾黨的這個選舉的 這個利益考量來思考說 你要面對這場疫情的時候 我想柯文哲 那個選民在年底也好 或者在未來2024 都會給你一個檢驗 好 這一波疫情會不會接下來 也是牽動到影響到年底的大選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討論